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張總裁 張總裁在我們2007年創意到現在 就一直支持台灣競爭論壇到現在 他那時候的聲音是台灣省商業會的理事長 也是中華民國商業會的理事長 我記得我們2008年的時候 買主跟當選就在推一個法 那我們台灣正經論壇的是 最先提出EQFA的金融MOU 辦了三大場的演講會 包括金融、政見、保險 那我當時我們第一個 我們就請曾經主委 那時候他還沒有當財政部處長 也沒有當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他是在當國標的董事長 金融界的董事長 那我們就請他來做 專題演講會關於金融MOU 所以今天大家聽到金融整個中榜 那我為什麼會去辦理這一場 破壞台灣金金融論壇 就是我們去年 到大陸走一遍了以後 聽到大陸的這些金融界的 包括金融協事界的裡面 他探討的那個什麼 那個網路金融、科技金融這一塊 跟那個微金融 發覺我們台灣太多厚了 那我就回來以後 我就請李厚強、李教授 告訴我是金融拜訪 你能不能幫我寫一個 言有跟目的給我 我來推動金融論壇 然後李教授非常熱情 他就幫我寫了那個言有 你今天看到的言有 大部分都是出自我們李教授的手 那我們呢 那個研究團隊 就把這個李教授啊 言有跟目的 把它劃分為十個論壇 每個月一場 那我就哀家哀父的去拜訪 我們這些主協辦單位 就是這些都是我們前台灣最 最具有公信力 最具有影響力的金融界的 那個什麼那個品牌啦 那就是他們的品牌都是無將之法的 那我一個一個去拜訪 然後去跟他報告說 我們為什麼一個外行的 一個台灣金融論壇 要來辦理這個 金融論壇的那個目的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看了這個 暴覽的場地 就一個禮拜之前 已經就暴覽了 我就關掉不接受暴覽 因為沒有辦法做人啊 如果再繼續暴覽的話 我跟你講大家可能都是用戰者的啦 都用戰者的 那所以我們非常的感動說 大家對金融革命啊 金融革命所帶來的便利性 非常有興趣 我們看到報紙上說 台商回來 笑我們台灣是原始社會 那是有言由的 就是剛才我們各幾位專家寫求所報告的 人家都已經把P2P O2OC C2C 他們都已經補給化了 已經產業化了 那我們台灣呢 對不起喔 那個我們金管會齁 我去拜訪各銀行界的時候齁 對於那個前任的金管會的主委 陳宇章啊 大家 哇 頭是那三條線啊 因為什麼 因為他很保守 他不敢鬆綁 他不敢鬆綁欸 所以 也真正的看著我們金融的科技革命 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的消失 他的優勢性 因為我們 我當時在2008年半A 某一個時候 我們請曾主委來 來演講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台灣的金融服務業 是全世界裡面撐到的 十一十二的 大陸的 那時候都給落後啊 那多多親為我們去福島啊 親為我們那個張總裁 他們以前那金頂政見 早就到大陸去這點了 你知道嗎 結果現在呢 我們被人家笑落後的 是野死社會 所以 這個等於說 你如果不負之風的話 你如果不負之風的話 我們馬上在這個金融科技革命 你馬上就被超越了 而且被超越了人員 被超越了人員 那 每個金融界的老闆呢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 跟他說 每個人對我們曾主委啊 都大家讚揚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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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主委 前頭頓的兩個主委 作風不同 觀念不同 然後 他所帶來的金融鬆把 跟金融緊鬆 對於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你看看會有多大 好 未來如果金融革命的話 能夠成功的話 我們要感謝曾主委 在他們任內裡面喔 真的是 大開大盒的開口來改革 還有今天呢 我們啊 杜杜杜杜杜杜的 我們現在建立起 我們獲取直追啊 要來追趕大陸的整個金融科研 人家大陸的錢包 可以用的是指示項 我們呢 那裡面的錢包能用了多少 剛才主委報告說25%不到啊 金融電子租的25%不到 國中已經有80%了 韓國有77%了 大陸的 那我們25% 所以我們是多活的 好 那台灣競爭論壇呢 是因為是賊者專家手指紋 我們自封為自庫啦 所以我們的政策呢 都是走 我們的辦活動都走在政策的前面 三連到五連 那台灣競爭論壇呢 這一系列推動的有十場的金融 金融那個 金融論壇 大概有十場 每個月一場 我都找每個金融界來主導一場 就是這些主協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 主協辦單位 他們來主辦一場 就你們 業界裡面 認知什麼最重要的 你們來主導一場 來主導一場 那把那個問題給 給那個什麼 給那個 掀出來 那今天呢 我們有 卓越雜誌當委協辦單位 卓越雜誌呢 不論什麼角色 也就是來報導 金融界最深的問題 他提供了六頁 六頁 六頁來報導 我們的金融的論壇 每頁 他一定報導一次六頁 所以他 那個 卓越雜誌的金融請站上來一下 我看一下 那個 誰過來採訪 卓越雜誌的 是是是 好好 謝謝啊 感謝你啊 那那個 那個 武漢貝衍生六頁報導 這個 有關於台灣所面臨的金融問題 好 那台灣建議論壇 除了推動金融 金融論壇以後 我們還要推動什麼呢 我們呢 就是有建議 那個什麼 那個 建錢房市 建錢房市 非常的重要 那 零錢呢 也提出來說 要做經濟 所以我們呢 也是在相同的 從事業運開始 推動每頁一場的 建錢房市做經濟的論壇 把所有的那個 把所有的相關的 相關的 整個 建築界的 仲介業界的 還有工會的 把它找過來 也是在這邊來做那個 做探討 那這時間呢 是在4月24號 下午1點半 也歡迎大家齁 就在5天而已 大家趕快報名 因為 金融 那個金融論壇有大重要性 那金融論壇會跟什麼 跟水機有在一起 跟荒地產 會有在一起 因為大家買房幹嘛 都要跟金融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現在 地震帶來的 什麼土壤 土壤議化 還有都更的問題 通通都是我現在主要看的問題 所以歡迎大家 繼續在報名 有關於5天後的 5天後的 5天後的論壇 那接下來 我們還要 還要推動什麼論壇呢 推動長年照護論壇 長年照護呢 是我們現在的國策 那現在錢在哪邊來 我們政治委員 他現在說 台灣國的事 三百元 二十百元 那現在要加錢 要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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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總裁說 你們企業多加一點 六三一 那企業最好是六 那企業會叫啊 我都已經沒有辦法生存了 人家叫我那個支付六 那企業會問啊 政府為什麼不支付六 好 光是這個錢啊 稅收來源就會擺不平 擺不平 但長年照護是我們的國策 我們老年都會老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 台灣經濟論壇呢 也感受到這種死病 責任感 跟死病感 所以呢 我現在一直在 我們前幾天 成立了長年照護推動會 那也要來辦 類似於這樣 每個月一場的 長年照護論壇 來推動我們台灣的 老年的那個整個健 健康保健的整個系列的活動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我現在還正在找幾家醫院 那還有一些那個engigo組織 來做規劃 那整個成熟的時候 我就會公布出來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 要跟各位報告說 8月8號 是我們台灣經濟論壇 可能是在成立 九州連盤 跨入第十年的時候的日子 那所以我們會辦一場 2016台灣經濟力高安會 在金融原信業 那個有250個人的位置 這個只有120個人的位置 那請大家關照 大家關注我們 我們會請誰來 我們請要請總統 小英過來 來做專題演講 那因為金政府呢 金就政府輪替呢 他有四個很重要的主軸 我們研究出來 第一個就是振興經濟 做零錢呢 有講的要救經濟嘛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金融自由 就是我們那個政治委員 所要推動的金融自由 金總要鬆綁 金總要鬆綁 那第三個呢 那個就是那個 安居三策 欸剛才說 我們房地產的安居三策 就是說好 這社會助長 到底要怎麼來推動他 年輕人要怎麼買得起房 那第四個 就我是最困難最困難推動的 但是非得推不可的 叫做亞洲戲 這亞洲戲是高科技的 那高科技的 我們論壇啊 沒有幾個高科技的人產 或是高科技的那個什麼廠商 來支持我們論壇 所以 我現在要 打這三條線 就是 還沒有找到幹 可以如何推動亞洲戲 那今天聽了那個什麼 聽了我們那個 總總 總總在推動他的那個 支付寶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總總你那個 公司開業了以後 啊 我想 我們十四台可以合作來 辦一些相關的講究論壇 來推動你那個 那個支付把這種一系列的 讓他們 讓他們 讓他們的生根 來發展 這以上呢 我簡單的報告一下 就是說 歡迎大家 關注台灣青春人 所辦的 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大家 來報名 而且 我們報的 我們所辦的活動 都是 所在政府前面 三年到五年的活動 謝謝